这下可好了 你还想充当你的英雄好汉吗 当初咱们报这个专业 不是就是为了能够出国读书一年 这下好了 竹篮打水 竹篮打水呀 就为了供你到国外读书 咱们全家是省吃俭用啊 你看看你爸身上那件衣服 都快赶上叫花子了 少拿我说事啊 行了 他这样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 不光是惯是教唆 你们别吵了 你以为妈愿意吵啊 这么多年了 你们爷俩干事 从来都是由着性子来 不考虑后果 到头来怎么样 还不是你妈扯着这张老脸 去给你们擦屁股啊 陈小啊 你这回闯的祸大了 弄不好 不光是你留学的钱没有了 咱们家这点老本都搭上了 都不一定够 小 妈老了 干不动了 更折腾不起了 妈 妈 谁啊 王律师 这位啊 是我们建议永文基金会的刘秘书长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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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 快 请坐 请坐 好好好 您看一下 好 这书是你爸爸的 对 一看你爸爸就是个有学问的人 快请坐 请坐 好 百无易用啊 我们家这地方小 所以啊 什么东西都显眼 按水平和资历啊 陈叔叔啊 早就应该平常教授 换大房子了 可他呀 别提了 这陈小啊 就随了他爸 所以啊 活得跟个外星人似的 陈小做了好事 他这么做很难得 您就别再夸他了 这次陈小要不是受了这么大的冤枉啊 他还得不到教训呢 不过 这件事对于我们家来说 代价太大了 阿姨 我们这次来呢 就是为了这件事的 我们去过学校了 大概得了解了一下相关规定 和校方对这件事的态度 还有挽回的余地吗 其实啊 目前学校只是暂时 把陈小从名单上拿了下来 一切都还没有定论呢 刘密师长觉得呀 有必要来跟你们好好商量一下 共同研究出个方案来 有必要这么麻烦吗 不去国外读书就不去 书嘛 哪儿都有 在哪儿念都一样 你说得轻巧 当初陈小高考那么高的分 咱们报的三加一 不是就是为了上这个专业吗 那还不是你的主意呀 念书原本是个 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如今搞得这么复杂 该怎么做人这种事 没人管 没人教 本末倒置啊 又扯你那套歪理 你们别吵了 人家刘密书长来 不就是商量怎么解决问题的吗 你好 我是建议勇为基金会的刘宇生 陈小 我问你有什么问题 一个老人受了伤 没人管 你帮了个忙 这有什么问题啊 可现在他让人家给额上了 人家让他赔钱 这不是问题吗 陈小你自己说 你在帮助这个老人 是不是心甘情愿的 是啊 可我 你觉得 应不应该帮助他 应该 那还有什么问题啊 你心甘情愿地 做了你该做的事情 你就必须承担 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要赔钱 赔光了没钱了 大不了就不花了吧 当年我老父亲 就是把最后一口糠饼子 给了别人 自己饿死了 怎么了 听听 你们听听 他就跟不是这个家的人似的 就跟着过日子 不用钱似的 叔叔阿姨 这件事情啊 远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 我们来啊 就是想和大家平心静气地 分析一下这件事 然后呢 共同想出一个合理合法的解决办法 老陈啊 你刚才说得太好了 您是一个有哭泣的人 这要搁在以前 我会为你鼓掌 为你骄傲 是什么 可是自从我到了监友委基金会之后 我想的就很多了 陈晓做了好事 事后他没有后悔 但是你想想 如果因为陈晓做了好事而受到冤枉 别人会怎么想 会怎么做 还有谁 再敢去做好事 如果这件事情不弄出一个对错是非来 那就是纵容错误 而纵容的结果 就是大家内心的善良和正义 受到漠视 受到践踏 从此以往 不会再有人把最后一块糠饼子给别人 而是要从别人手里去抢 陈先生 这样的结果你愿意看到 那 那你们现在有什么办法呀 我们想让他们尽快地起诉陈晓 什么 起诉陈晓 你这叫什么办法呀 现在陈晓就是卷到这个官司里来了 所以校方才取消了他出国的资格 阿姨 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出了这个办法 对方提出的那些无理要求啊 咱们是不可能接受的 所以诉诸法律是不可避免 如果没有陈晓要出国上学的事 本来咱们可以更加从容地应对 而眼下 只有让这件事尽快地在法律上得到一个结果 才能使陈晓啊早日地摆脱所谓的法律纠纷 重新获得出国上学的资格 道理是这个道理 可是你们就能有把握打赢这个官司 法律上虽然有很多技术性的因素 可咱们的出发点必须要相信 法律是为了保护公平正义而存在的 你们说是吧 好点了吗 好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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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您就让我多陪陪您 你看吧 我小时候啊 是我老的把我带大的 前年早的 临走之前呢 我正在外地出差 等我回来的时候啊 都已经睁不开眼睛了 临走都没看上我一眼 那时候我突然就想明白了 这做晚辈的要想以后不后悔 就得趁老人在的时候 多陪陪她 哪怕就是聊聊天也好 又不是我家闺女 走 又走 奶奶 这谁家呀都有难事 您家孩子们都忙 让我赶上了 伸把手帮个忙 你千万别当回事 我没有孩子 我没有孩子 余佳 你说老太太说这话 到底什么意思 这还用问 心里难过呗 你想想看 一个年纪冒迭的老人 家里人谁都不管 心里的那种孤独 无依无靠的感觉 这一受伤啊 更是雪上加霜了 是啊 我知道她心里难受 所以就想陪她多说说话 可这老太太啊 使劲往外父母 陈小兰的时候更过分 死我不肯睁眼睛 嘴里就一句话 你走吧 你走吧 怎么弄 也难怪 老太太 家里那么多儿女子孙 可陪带她身边的呀 又恰恰无事 莉莉啊 老太太是不是看见陈小 觉得心里有亏啊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莉莉啊 别泄气 你再去看老太太的时候 多跟她提提陈小 凭我的直觉 你很快就能听到她的心里话了 你跟陈小兰的父母谈得怎么样了 真的 他们同意上法庭了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该到了 王律师 喂 阿姨 你来了 小小 陈叔叔呢 别提了 我爸她说打官司靠的是李 不靠人多 也对 那我们进去吧 我 我妈她 怎么了 我妈 不想看我站在被告席上 阿姨 站在被告席上的 不一定就是坏人 我知道 可是我 也好 莉莉啊 嗯 你就陪着阿姨在休息室里等着吧 我跟陈小兰去就行了 行 王律师 那我就拜托你了 谢谢 你放心吧 我会尽全力的 谢谢 谢谢 小张来了 张大婶 忙了 就是这儿 好 杨大妈 谁呀 我是派出所小张 小张来了 你好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是啊 怎么今天找大妈有事啊 问你一下 东屋的那个做客最近来了吗 小半年了吧 谁知道她去哪儿了 怎么有事 好 我们那上去看看嘛 好吧 请 好 好 刘大婶 能把这个门打开吗 好的 刘大妈 哎 你还记得租里这个房子的人 涨上去哪儿了吗 什么样的吗 记得是个女的 还挺洋气的 不过她没在这儿住过 倒是有个男的 时不长过来住几天 时间也不长 几天就走 这个人您见过吗 对 就是她 她在这儿住过好多次呢 旁边这个也见过 但是她不常来 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半年前来过一次 你确定 我有记录 因为我的记性不好 什么事情都要写下来 不然我的房租找谁要去 她没欠过房租吗 没有 都是提前付 后来你见过那女的吗 后来她就没来过 但是我知道她叫什么 这就是刘大婶手上那张 身份证复印件 这个女人叫黄小红 我查了一下 名字和地址都是假的 照片也看不清楚 不过郑文辉身边有一个女人 这倒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葛大利的老婆 不是也反映过 有个女人给她打电话吗 看来这个女人 跟郑文辉的关系不一般 李凯 你下面重点查一查这个女人 现在省城啊 也加大了排查的力度 不过她要是躲起来了 咱们还真不好找 郑文辉给我留下 最深的印象有两个 第一是缜密 每一步都是精心安排 计算好了 第二 她惯用的招数是 深冬即西 根据她这两个特点 我断定她没有去省城 很可能又杀了个回马枪 回到了本市 理由呢 理由有三个 第一 如果她要跑 她一定会安排好交通工具 她不可能抢一个出租车 就算她抢了出租车 她也不会告诉司机 她就是抢劫犯 这明显在赢我们犯错 第二 她为什么走到半路 把车开到河里呢 那条河水是不到一米 每个人过去都能看到 这辆车 她应该不会犯 这样的低级错误 第三 她抢劫银行为了什么 为了钱 但是从开始到现在 她一直给我们 传达一个讯号 就是要往外来好 但此人的一贯作风就是 醉翁之意不再久 所以我判断 她应该回到了本市 目的呢 还是钱 她的贪婪绝不会放弃这笔钱 通过我们对 篮杆市出租屋的调查 我们发现这个小区 和张毅发现的青年路小区 还有她在本市居住的小区 格局极其相似 所以我想 她肯定会用同样的方法 把钱藏到了我市 你的分析啊 有说服力 但是下一步 打算怎么办呢 在本市的港少不能斗 加派人手 加大排查力度 一定要找到那笔钱 老刘 你说呢 我上次厕所 我上次厕所 师傅 我这儿是不是哪儿说错了 行 反应过来了 前边说得很好 后边那一招有问题 哪一招啊 你想想 郑文辉现在最想干什么 拿钱呀 对 我同意你的分析 那钱有可能就在市区 但是 我们现在要钓的是大鱼 您的意思是放长线钓大鱼 对 我们给他来一个内警卖送 现在那个内鬼的身份还不能确定 所以不能急 我们要把鱼饵撒够了 明白 来 莉莉 那行 你甭管了 那个 我一会儿让凯子过去一趟吧 你放心 王宇佳那个人那么聪明 还用着你劝吗 好 拜拜 我们一猜就知道你在这儿了 你们怎么来了 是莉莉让你们来的 没有 我们就是想来听听什么情况 对啊 有什么困难 咱们可以一起想办法吧 今天应该是我的失误 我没有考虑周全 对方在法庭上拿出一份举照材料 是对任秀英伤情的鉴定 证明它是被某种款式的自行车撞伤的 是陈小琪的那种 能确定是陈小琪的那一辆吗 是不能确定 对方拿出的证据啊 虽然效力并不充分 可是咱们作为抗辩方 如果拿不出等同或者高于这个效力的 其他证据 法庭是很有可能采信这份鉴定书的 那能不能把陈小琪那辆车拿去鉴定 证明不是她撞的 很难 对方可以怀疑送捡车辆的真伪 对啊 这个方法行不通 因为那种力度的冲撞 是很难在车上鉴定出横迹的 陈小琪和家里人现在是什么状况 她母亲的情绪很低落 我让莉莉送她们回去了 可我担心的是 如果短期内 我们拿不出像样的抗辩材料 就很难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到那时候 我们能做的就很少 最多只是在赔偿的额度和方式上 跟对方计较 别急 咱们自己先别乱了方寸 说我太心急了 奶奶 该吃药了 听话 吃药 三十二床 您怎么不吃药啊 您现在的血糖很不稳定 必须按时吃药 不然的话会有危险的 来 把药吃了 把药吃了 宋记者 看您了 任奶奶 今天我不是来看您的 我是来给您发牢骚的 人家陈晓从第一天开始 就给您垫住院费医药费 还整宿整宿地陪着您 可您倒好 一张嘴就给人家要几十万 还要一直负责给您养老送终 你这不是逼人家陈晓 亲家荡产吗 几十万 我没有钱 您是没有 可是您家里人 今天在法院当众提出来的 上马还有您按的手印呢 不是我 不是我 你说说人家陈晓多好个孩子 人家本来根本就不用上医院来 天天陪着您 还不是看您身边没人管 这才又出钱又大功夫地 天天往医院跑 可您那几个儿子是怎么 跟法官说的 说他要不是做了亏心事 干嘛上赶着去医院 照顾老太太 这是人话吗 他们 他们 任奶奶 我年纪轻不懂事 说话可能不好听 从现在起 我和陈晓 还会天天来看您 但是您心里得明白 我们不是做了亏心事 更不是上赶着 那些把自己亲妈 扔在医院不管的人 那才叫亏心哪 好 谢谢你啊 奶奶奶奶奶奶你别伤心啊 奶奶奶别伤心 不哭不哭不哭啊 不哭不哭 好好好 我给你画一下啊 这是这两条路 这个是厨师地点 这是陈晓打工的地球位置壁纸店 任秀英从西大街去自由市场 陈晓从地球位置壁纸店回学校 从理论上来说 这两条路的行径方向是一样的 它们是不可能有交集的 那说明不了什么呀 你别着急啊 你看 虽然在事发这个路段 没有监控录像 但是在这两条路的中间 都有很多的监控探头 有录像就有时间码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时间码 和监控探头之间的距离 来推断出任秀英的行径速度 也就可以推断出 他到达事发地点的时间 按照这个原理 我们也可以同样推断出 陈晓到达出事地点的具体时间 按照这两个方法 我们可以推断出 陈晓和任秀英 是不是同一时间到达出事地点 换句话说 有可能陈晓到达出事地点的时候 任秀英已经被撞倒在地上了 我是在用刑事案件的逻辑思维 在分析这个案子 对于这种民事案子 可能不一定适用 如果能证明陈晓事发事不在场 这个当然适用 不过如果要找到当天的录像 而且是那么几个点的录像 恐怕有难度吧 放心吧 这个晓松已经在搜集了 离下次开庭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来得及吗 只要你觉得有用 我们加班加进也值了 听说你们这一代都是技术控 你觉得呢 等等 你突然问这个问题 我得好好想想 你是不是在给我挖陷阱啊 你又不是什么大咖 我又不是什么花边渔界 回答个问题至于那么谨慎吗 我记得我师父说过 科技是人类能力的延伸 但是不能代替人类 你同意吗 你还说没给我挖坑呢 明白地给我设陷阱呢 坑是你自己挖的 我又没问你跟你师父之间的差别 我只是想知道 你是怎么想的 我记得我刚进警队的时候 那时候觉得自己全副武装 特别妞 就像那个变形金刚里的擎天柱一样 无所不能 但是后来跟着我师父破了几个案子 我服了 其实我觉得破案吧 就跟生活一样 当你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种选择 当你有很多种选择的时候 你就会忽略掉一些最重要的东西 我大概知道那种感觉 难道你当律师 也有这种体会 其实我算不上一个好律师 即便是在处理案子的时候 我也克服不了自己感性的一面 我倒是比较喜欢你感性的那一面 真的 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讨厌律师喽 我不是说 不是这意思 当初你要是不当律师 会是什么样子 你不会想知道的 你不会想知道的 那就不说了 其实 我 接一个 来 丹姐 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再见 我觉得论坛那部分 还得再强化 这样咱们这个网站的特点 才能突出出来 是 我这不正招人的吗 以我现在这几个人手 根本忙不过来 来 上车吧 你干吗 我送你啊 你回去吧 你那么忙 不是 关键是我想见识见识 那位传说当中的任老太太 别吓着你就行 不至于 奶奶 我们吃药了啊 听话啊 来来来 来 好好好 来 吃了吗 来来 真乖 来来来 大佑说了 您得多喝水啊 来 来 怎么样 是你想象那样吗 挺好的 四眉善目的 你是没见着 觉得不行了 奶奶 奶奶 你怎么了 奶奶 你怎么了 怎么了 奶奶 哎 哎 护士长 护士长 你看 怎么办 你们都躲开去 别要见识啊 那刚才还好好的 这刚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对了 大佛 你看看 怎么回事 什么情况 脉搏很弱 快 送过查试 来让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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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还没事吧 没有 看样子像滴血糖 你怎么知道 我在这医院干六年了 啥没见过 老太太手术后血糖不稳 一直吃着药呢 护士长 她醒了吗 是血糖的事 今天吃血糖的药 吃了 奇怪 一直给她用药 怎么会 你 您看看 是这个药吗 这是从哪儿来的 是这个药吗 没错啊 我问你这药是从哪儿来的 她都给扔到床底下去了 她不要命了 我一直看着她吃的药啊 怎么会跑床底下呢 不 这可不愿意 这么小的药片想要瞒过你的眼睛 太容易了 老太太说是香 好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好了 那这事就交给明白人做吧 小二 今天下午没课啊 下午他们开会了 谁们开会啊 学校召集出国的学生和家长 说出国的事儿 学校正式宣布 你不能参加出国教育了吗 没有 那是你自己认为 下午这个会与你无关 如果你不去开会 等于是你自动放弃了这个资格 对 我是放弃了 我不放弃我能怎么样 即使学校现在同意我去了 我去得了吗哪儿来的钱 等到明天法院判局输下来 别说出国了 咱家就连买菜的钱可能都得计算着花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 这两件事啊 看似有关联 跟他们毕竟是两回事 对咱家来说是一回事 那也不能够放弃 学校 没宣布 取消你的资格 法院没宣判 让你赔偿 你这种末日情节 从何而来 可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那当然 因为你放弃了 你像你心里边的那个所谓的结果 缴械投降了 您觉得还有戏啊 有戏没戏 去争取了才知道 可我 什么这个那个的 去开会 我跟你一起去 各位家长 各位同学 今天请大家到学校来啊 是为了介绍一下 交流学校的情况 一年学业的安排 以及出国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我们 对不起 打断一下 我想问个问题 请问您是 我是陈晓同学的父亲 陈晓 我们没安排陈晓来参加这个会吧 这也正是我想问的 陈晓拥有合法的学籍 到目前为止 所有课业成绩优秀 从没拖欠过学费和其他各种费用 从没违反过学校规定的校规校训 他本人和家里也从没申请 放弃这次出国学习的机会 那么像今天这样的会 学校为什么不通知他和他的家长参加呢 这个咱下来再说好吧 我们 不行 不行 陈晓和在座的所有学生 拥有同样的权利 作为学校领导 您有义务立即回答我的问题 因为他成了被告 我想请问 按照您的理解能力 被告这个词是否决定着一个人的品质呢 最起码他自身有问题 要不然他怎么会成为被告呢 好 我来告诉你 他出了什么问题 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后悔昨天不该对他那个态度 说那些话 是 是 你那个话可能是说得重了点 不过也不全怨你 原本有好多痛苦在他心里头啊 也积压得挺久了 我很难想象 他心里得有多痛苦 竟然能对自己 能对自己下得去手 老太太扔掉的呀 不单单是药片 也不单单是她自己的命 命都没了 还有什么 也许还有好多 比她命更重要的东西呢 是 苏记者 奶奶让您进去 好 去吧 被救一方坚持认为 老人是被陈小撞伤的 还以此 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并要求她 做出巨额赔偿 这就是事情的始末 和陈小一起去医院的学生组 今天 有一位 应该也在所 我再重申一遍啊 这个学校明文的规定 凡是涉及法律纠纷的同学 是不能参加外事交流活动的 据我所知 任何一个公民 是否具备出国的条件 都应该由公安部门 对向国外境外派驻的机构 严格审查 如果陈小不具备出国的资格 学校就是想让她去 她也是不可能的 那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问 学校制定这样的规定 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非是 向学生们传达一个信号 一种导向 少管闲事 少惹麻烦 最起码我们这是在保护学生啊 这是我们的初衷啊 亏您还笑得出来 您认为学校做出这样的规定 是对学生的保护吗 这样的规定 保护的是冷漠 是逃避 是自私 是要把他们都培养成 没有同情心 缺乏正义感 懦弱卑微的冷血小人 难道这就是学校的初衷吗 您睡会儿吧 您睡会儿吧 不想睡 想跟你说说话 这些天 您可是一直都不愿说 多有好些年哪 都不愿意说话了 特别是那些知根知底的人 我老堵着 为什么 扫得慌 闺女 我跟你说实话 我有三个儿子 俩孙子 一个孙女 可没到八月十五 我年三十 家里都还就都是我一个人 那他们人呢 没有人来 都忙 那你老伴儿 死了十好几年了 是车子装死的 那这十几年 就你一个人自己过 老三哪 跟着我过了两年 后来才娶了个有钱的媳妇 也走了 其实啊 你没收了 一个人过关啊 清静 那些日子啊 他们逢年过节的 还来看看 后来啊 我查出来有汤鸟饼 这三爷也见不着人了 他们是怕我 画他们的钱啊 我看着你 慢慢走远 我的心 无法抗拒 梦把心 搅碎了 堆满了 许多思绪 我看着你 你的眼睛